好 来 你看前面喔 很好 就这样 原培科技大学试光系师生 发挥所长 温和亲切的指导 就是为了替宝山国中学生 做最完整的试光检测 做好眼睛 视力把揽 很有帮助 它可以保护自己的眼睛 然后让自己的眼睛 可以不会近视加深 非常感谢他们 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学生 所学到的这些专业 专长 能够运用到社会 服务社会 尤其在台湾这个视力 这么恶化的一个环境中 我们更希望提供我们的一个 专业能力来帮助 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不是一般的像眼镜堂这样子 来做简单的检测而已 是非常非常完整的 这一个视机能的一个检测 原培科大出力 国际师子会300G1区 和新竹新兴师子会贴心赞助出钱 提供校内100位弱势学童 免费配进服务 不仅如此 还捐赠了电脑专用音响 及电文拍500支 解决校园位于山区 树林多 蚊子多的问题 让孩子免于蚊仇叮咬之谷 那个电文拍给我们用 就是上课时间的话 如果有蚊子来干扰我们 把它们处理掉 所以上课就可以推啊 比较认真上课一点 我们是起之于社会 用在于社会 尤其我们今天是用在我们各位同学 各位乡亲的身上 因为我们这东西都是集大家社会 我们的各位私有 大家所集之过来的东西 这些服务不仅限于宝山国中 更是扩大到全乡六个中小学 学生们用感恩的心来领受 演奏悠扬直立乐音表达感谢 邱县长对教育相当重视 特地出席颁发感谢状 表扬各界溢出爱心资源 帮助偏乡学校 议员邱正伟也扮演了 传真引线的角色 整合各单位的力量 为教育尽一份心力 辅会共同努力 营造优质教育环境 让新竹县的孩子 能够更安心 更快乐地学习成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